銜接之前的練習 現在我要加入右手 這個右手的動作 會是像一個反過來的C的形狀 所以我會從下方開始 畫一個半圓形 到上方再回來 但是這個動作 不全然是一個弧形 有的時候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 轉彎的直線 像這樣子的感覺也是可以的 在這當中你也可以去折衝 找一個讓你覺得運作起來最順的路徑 在這個動作裡面 會運用到一開始所講的 利用從靜止到移動 來產生一個時間點 這樣有一個長音了 接下來從這裡再回來 是另外一個長音 在練習的時候要注意 你在轉彎的時候盡量維持 讓聲音可以平均匀 就像是在 左手在練習畫圈的時候那種感覺一樣 為了把這兩個方向的動作 我們把它連貫起來 所以在往上轉的時候 跟往下轉這個折返的時間點 你要特別去控制 早一點點到你要折返的位置 因為你要預留一點點時間 往回移動 往回移動 當你的刷線開始動的時候 才聽得到那個聲音的開始 並不是你到了這個折返點 就已經出現聲音了 那沒有出現聲音的時候 當你停在這邊還沒有折返 新的聲音是不會出現的 也就不會聽到那個時間點 所以早一點到預留一個 讓你的手的移動的方向 一百八十度轉變的這個時間 那現在我加入時間的考量 1 2 3 4 1 2 3 4 有一點快 我覺得應該再放慢一點 1 2 3 4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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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